不用,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这怎么回事呀,又挂了,我给他打过去又挂了 接我电话先,你骗人,你根本又不是白大哥,还接你电话 他把我电话挂了 他把我电话挂了,我是该去接他还是不接哟 我给他打电话又给我挂了,生气了,不至于,他没那么小气,他大气着呢 怎么又把我电话挂了,我再给他打一个过去,看一下 这个人,今天早上这么早出门,再给他打一个 又给我挂了,应该是有事,那不管他了,要不哥姐帅吗,我就在家门口等着他吧 要不我就不管他了,又给我挂了,让你拿两把伞,完了生气了 因为要拿两把伞生气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就在这等他吧 就在这等他 我的手机带换了 应该正在忙,应该正在忙 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 这个,你们知道吗 他今天搞得神神秘秘的 他今天一大早 哇,起得特别早 然后 我问他你要去哪里 他说不管 我说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他说不用 我说你要去哪里啊 他说 你,你别管 然后他就走了 现在走了 我看一下 我把一点四十了,快两点了 都快六点 都快六个小时了 还没有回来 我打电话一直给我挂呀 一直给我挂 这个没办法 这到底该怎么办 我现在回去 我爸会不会觉得我今天不正常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 应该是要回来了 都六个小时了 出了六个小时的门了 哎呦,这老 要不我换我爸的手机打 今天你好运来了啊 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们是有会预 预知提前吗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干什么 怎么都知道我要干什么 这些事情你们是有把握的吗 我觉得应该 哎 你们说他去干什么来着 能不能哥姐能不能详细的把 详细的给他打出来 因为你不说详细的话 我真的有点看不 有点摸不透啊 看不透的感觉 我们有把握 为什么你们有把握 呀我的天哪 我先回去吧 我爸在不在 在不在一楼 在不在一楼 不在的话 我拿自己钥匙开门 是我呀 不是姐妈妈去了 姐妈妈的话 妈妈她们没从来没见过面的 连也盯着 父亲都不知道谁是谁 她们两个从来没见过面 我妈今天晚上晚一点才回来 五六点差不多 因为她那时候才下班 然后我们还得去接她 开门呀 怎么了 啊是我 看到我爸听话 他知道问我是谁 问我是谁 开门呀 哎呀 哈喽 你马上就回来了吗 啊那个我准备去接个人的 下大雨外面 你怎么去呢 趁着散去呀 结果他把我电话挂了 所以我就回来 电话挂了你不去吗 啊电话挂了就不去了吗 怎么发 电话挂了就不去了吗 啊 意思电话挂了还是要去了 你知道我要去接水报 怎么去呢 是吗你你用你你用发言说吧 不然的话 那个山大地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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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跟你说了 你你你你没事 你上来睡一下午觉呗 那他等了 对 下雨了 对 那你你睡在 no 打完 他妈 知道 你他睡在的呢 撒了 那妈 你不 不 这你真高兴谢谢啊 对我我跟爸爸说 我爸爸说有点冷 我说有点冷的话你就去睡午觉吧 然后爸说可以 爸去睡午觉了 哎呀哎呀 这个人出去了 六个多小时 六个小时了将近 他七点半起来的 然后七点半左右出门了 我算他最晚八点钟出门 八点九点十点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 马上两点了就是六个小时了 你去哪里都已经回来了 对不对 师傅你们家几个孩子呀 你们猜一下我们家几个孩子 哥姐叔叔阿姨们 欢迎哥姐们 哇塞哥姐们 可不可以帮食物在这点点赞 点到十万去 我想他应该就回来了 但是也不确定 你们可不可以帮食物多多点一下赞 有人敲门 应该不是白大哥 白大哥有带的有钥匙的 谁 有人来了 是哪位呀 不说话就不开门吧 去开门不开门 不是白大哥 白大哥有钥匙的 有钥匙的 好下去吧 大家也很少去干活 对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 所以我才说不要叛逆 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好好待着 不要乱去乱 乱跑 师傅你真好 我很喜欢你 谢谢啊 谢谢 不是白大哥 白大哥开的有钥匙的 这是谁呀 等一下 我去 那里有一个 那个可以看的 我去看一下是谁 不说名字的话就不给看的 是哪位呀 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 哦这个房子没有 你是谁 怎么那么吓人的感觉 我这 你是谁 好吓人啊 我干脆去跟我爸爸待在一起 我上楼去了 我有点害怕 真有点害怕 因为这里是山顶上 而且这附近都没什么人住 只有一个看这个看那个大门的 一个爷爷和那个奶奶 我觉得有点吓人 我干脆上楼去了 我上楼跟我跟我爸爸待在一起 大半天还是有点怕 这毕竟是下在山顶上 我上楼去了 我害怕了 他也不说是谁 爸爸 有人敲门 从二楼看 对我去二楼看一下 师傅是我呀 我的天呐 去拍大哥 我还以为是谁呢 是我 你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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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我一直说你是谁 你为什么 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说名字呀 我挑门为什么要说名字呀 那你知道的 一般不说名字 我是不开门的 你把我心都给吓出去了 白大哥回来了 哥哥就帅了 你在开直播 吓死我了 你在开直播 我在录视频 你今天自己在开直播 你一大早出去干什么了 你怎么您的 我打电话准备叫你给我拉伞的 然后你怎么接我 我一起给你打电话 你一起挂我电话 后面没有啊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一起挂呀 你干什么去了到底 你怎么 我没干什么事 你赶快把头发给吹干一下 没事没事 你没干什么 感觉你像做了坏事一样 什么下做坏事呀叔 因为你 待会儿待会儿你换身衣服 我们去接阿姨 然后今天我们去外面吃 我换衣服 今天挺冷的 我就这样穿着保暖就可以了 那也行吧 我们今天不在家里吃了 我们在外面吃 就在家里吃呗 阿姨什么时候来 五六点吧 差不多 五六点 怎么晚 因为他四点 四点半左右才下班对不对 那我们我们得麻烦我们去 你麻烦你去接 我们俩去接下了 嗯 你正在开直播 没开啊 那个在录视频啊 拍视频啊 你再开没开直播呀 啊 你再没再开直播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我好久一个人开过直播嘛 很少 你不要盯着我吗 我把那个镜头 我看一下 给你开好像的 我真的才感觉 我不好意思 家人们 真不知道是你回来了 真的没事 我家人家人们 我没想到师傅在这开直播了 我而且1.6万了 这样子哈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们知道吗 我记得失误 你开这个直播是开的很对 今天 没有啊 我说我家人们 你到底去哪里了 因为你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必须得告诉我 家人们你们都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嗯 什么 你必须得告诉我 你到底今天去哪里 你去干了什么了 我感觉你今天跟晚上 完全不一样 你是今天我的行程 现在我的行程 所有的都需要向你报备吗 没没没没 不好意思 那我 你这个想说的话 你就说不想说的话就算 七夕节七夕节 这样吧 家人们 我有一个小小请求 我们现在直播间1.6万人 我们全屏飘500个七夕快乐 好吗 全屏飘500个七夕快乐 可以吗 我们现在1.6万人 全屏打一波七夕快乐 嗯 第一 七夕快乐是打给谁的 你们知道 然后第二 我们祝天下所有有情人 忠诚眷属 祝天下所有 恩 恩爱夫妻也好 男女朋友也好 然后怎么样 七夕节日快乐 好不好 嗯 你到底去干了什么 你怎么一直在问我去干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以前 我以前我都不会问你去干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有点神神秘秘的 七夕快乐 七夕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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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家人们 谢谢家人们 啊 然后帮我们点点赞吧 点赞 今天七夕节能 能帮我们先破到10万去吗 所有人齐心协力 每个人把大拇指长按这个地方 15秒钟啊 因为名十五叫十五吗 长按住15秒钟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十五 你今天开这个直播开对了 我都没想到你开直播 我今天 我今天 本来是没什么空 给大家开直播了 啥子 你没什么空 你今天干嘛 我把镜头反过来 不干嘛 不干嘛 没事 你反过来吗 你反过来 你到底要去干什么 你到底要去干了什么 啊 我得 去做违禁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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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待会儿 我一定不要告诉他 也不要在公屏上打什么 哈 今天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好吧 你把花拌开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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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那个 让那个拉开 啊 对啊 今天要去买一束真花 我们去买一束真花 你喜欢花 嗯 你喜欢花吗 你喜不喜欢 你喜不喜欢 我给你买一束 我给你买一束花 哈哈哈 家门说的 嗯 这是家门跟我说的 让我给你买一束花 嗯 他们说今天是一个节日 今天是什么节日你说 就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就是关系好的 就是 男孩子和女孩子就关系比较好的 关系比较好的 对 然后你是我 嗯 哈哈哈 不说了我的天 你说呀 你怎么理解今天这个节日 家门问一下十五啊 嗯 问一下十五 然后他怎么理解这个七夕节日的 好吧 怎么理解 嗯 你知道这个节日吗 嗯 嗯 我知道情人节 但是我不知道 其实 真的 嗯 那你觉得 你怎么看待这个今天这个这个日子 我怎么看待这个日子 你为难到我了 我 你们吃午饭了吗 我是午饭没管你们的今天 我没我们我们吃了你你还没吃吧 嗯 哦 回来了 啊 今天晚上我们去外面吃饭了 啊 晚饭我来做吧今天晚上 我来做晚饭 我已经定好一个地方了 我们今天晚上在外面吃饭 我又忘了我我随便吃的就行了 对我们随便吃的就行了 对我们随便吃的就行了 我刚刚已经去去找好一个地方了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去外面吃饭 嗯 不不太那个太破费了 嗯 我们就在 为什么要去外面吃饭啊 家里面我不是 你们今天晚上一定要过来呀 妈就在家里吃就可以了 我 我昨天买了那么多菜 没事这个明天在明天再跟我来吃 然后然后 然后主要是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呀 哈哈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都 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 知道吧 家里面你们期不期待七夕节啊 说别说话了 七夕节很开心对不对 啊 那 这个 我一点没明白 没明白 他们让我不要说话了 嗯 那你就把嘴巴封起来 到底是什么事啊 嗯 我一点好奇 家里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嗯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花 如果是的话 全面打一个是子 不是的话打一个不是 我要不要打啊 我是女生的吗 哦 啊 你也可以回答 我也可以回答 对 你喜不喜欢 有就可以 没有可以 什么意思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呀 你都把桌上的花瓶都往那边摆了 今天必须要买点新鲜的花 茶几米 是是是是 我该打扮一下怎么都让我去打扮了 是是是是 嗯 啊 好了 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啊教授们 啊 嗯 阿姨准确是她几点钟到 然后她自己过来还是 就是 因为她过来不是说差不多半小时左右吗 嗯 哦 她几点几点下班 不止半小时吧 从那边过来的话 不止半小时 四五十分钟 堵车的话 不堵车就半个多小时 但是今天我就估计会堵车 你今天周六 嗯 好吧 那她她自己坐车方面吧 然后不行的话 我我找个 那个人去接她 啊 我待会 待会问一下 她是下班了才能过来是吧 对 今天是确定要过来吗 要过来好的 好的 你起不紧张啊 啊 我肯 肯定有一点 啊怎么都让我去打扮呀 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就是去外面吃饭 什么 什么干什么 你不用不用 就正常就可以了 没事的 没事 啊 我需要打扮 不需要打扮 你就是 嗯 你打不打扮都这么漂亮 对不对家人们 师傅是不是打不打扮的这么美丽啊 不要 是我爸还在那边呢 漂亮的话你们全面打一个漂亮两个字 好不好 嗯 全面打个漂亮两个字 师傅打不打扮都这么漂亮啊 哼 哼 漂亮漂亮全面打扮漂亮 嗯 就在家弄呗 家弄的话我现在就把鱼给淹起来 说好了我已经找找了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去外面吃饭 哎呀 for you 师傅你休息一会儿啊 爸你没关系的 你可以也在这边坐呀 啊 你吹你了你要这么走啊 嗯 超普通的 啊 啊 我们三个待在一起没关系的呀 呀 呀呀我知道 因为我爸老是走过来走过去 然后感觉他有点不自在 我我跟他说是 嗯 跟我们坐在一起没关系的 对我受了 你们是鸟提的 我们一起聊呀 我们鸟过来的 你坐这儿吧 你坐这儿看叔叔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你要睡午觉的话就睡会儿午觉 如果他平时 我会要睡午觉的 要睡午觉 对 你你是在监视我们两个吧 哈哈不是不是 那个那个就是你的好朋友们说的 我给你翻译一下 十五的爸爸 在看 什么 啊这是您接来了吗 坐啊坐啊 这天挺好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问叔叔一个问题好不好 什么问题啊 今天阿姨不是过来吗 他给阿姨准备说些话没有 肯定没有啊 那几十年了从来没有送过的 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节制 说什么 是说就是就是说今天是什么节制吗 不知道 今天是什么什么节制 今天下雨的天嘛 哈哈哈哈下雨的天啊 那个 白大哥问 你要不要 嗯 那个不是啊 是我问的 啊 我吗 说嘛 今天你要不要送花给妈妈 人都不在说什么话呢 妈在工地上 你不是不知道吗 哎叔叔不知道 什么呀 妈今天要过来 你到底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今天要过来 他今天过来 他说不过来 他上前天 我打电话跟他说 他说不过来 你上前天打的 我今天打的 你打个电话给妈妈呗 过来 我妈给我爸记下 哈哈 一辈子都不可能 哈哈 他们就是要经常棒嘴的 你妈给我拿个工资叫不 阿姨阿拉丁嘛 我都好过来 那个白大哥让你今天送一朵花给妈 嗯 说什么话 我们是老人家的嘛 哈 哈 你们年轻人吗 没有 叔叔你喝不喝茶 我给你泡杯茶过来喝 嗯 啥了嘛 不喝嘛 你想想想想喝一杯吗 喝一杯的话 我又给你泡一杯 啊 也可以嘛 但是 没有开水的 哦 开始烧 那边有烧水那个 有烧水才有烧水 早上我提了提上课了 哦 好 那我就不管你了 你反正那有什么就是泡来喝的 你那你看到的 你就随便泡来喝 说的鼻子和叔叔一样 对对对 好吗 鼻子一模一样的 哈哈哈 家伙你们觉得他们俯女像不像 像的话打一个像子 你们觉得像不像 哈哈 叔叔和十五真的很像啊 哈哈 一个一个模子你 头发的密底了 一个模子你刻出来的 哈哈哈哈 吓吓吓 吓吓 我爸不知道什么事 跟你们聊会儿天聊会儿天 然后我们今天有有安排 今天行程还是比较满件吗 我你要出去啊 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行程很满 那就代表你要出去啊 啊 今天有一天有一些小事情 然后待会我们我们要一起去做了 小事情 嗯 嗯 怎么感觉你像搞大事情一样的 嗯 怎么感觉你要搞大事情一样的 嗯 你不要这么说说 你这不真不是 真不是啊 是很像 对我们聊聊聊天聊天 七夕快乐七夕快乐啊 欢迎新奇来家人们 欢迎新奇来家人们 能帮我们点赞点到20万去好不好 这个地方点赞帮我们点到20万去 然后新奇来的没点关注的帮我们点个关注 好不好 然后今天七夕节嘛 哈姨说的七夕节 七夕节 我也是啊 啊 七夕节 我也是啊 我花个一毛钱 然后帮我们把灯牌点亮一下吧 好不好 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陪大家聊会儿天 聊天我都不知道15刚刚给大家开直播了 开了直播 现在嗯 就聊会儿聊会儿之后 我们今天有其他安排好不好 然后 大家都知道吧 大家都知道吧 我现在还不走 可以可以等会儿 再给大家聊会儿天 今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不仅吃七夕也是周六啊 很开心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七夕节 嗯 对 我回去了 现在回去了 哦 你们的也是七夕节妈接过来是吗 啊 这个也是啊 不是是妈要过来的今天 哦对对 叔叔你知道七夕节是什么节日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见面的也是吗 七夕节 对今天就是你跟妈妈见面的日子 哈哈哈哈 真的 哎家人们我我觉得阿姨很会挑时间过来啊 今天专门挑七夕节 然后 嗯 很难很难得回来一趟的 就是我们来这边了 阿姨第一次要过来了 上次说要来 然后一直没请到假 然后今天今天终于要来了 嗯 对 开直播去看看 下午好下午 家人们全民打一波下午好吧 好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 哇直播间2.2万人了 可以的话再次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啊 在这个地方再次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 好不好 嗯 这个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现在下大雨 然后你还有事我们得怎么安排 嗯 你不说你还有事吗 然后我们还得去见妈妈 我上午都已经安 我的事情上午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跟我妈妈还没从来没见过面哈 对 对 你现在都提了点 因为累 我不知道 嗯 怎么去呢 嗯 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吧 嗯 妈呢 外面在下大雨 外面在下 去外面看 嗯 走啊 你先在哪儿都可以 走吧 今天你开心为主 今天你最大 什么我最大呀 今天不准备我去的话 嗯 好 去看一下外面还下不下雨 嗯 雨没涂了 哎呦 我冷得很 有下雨 嗯 我出去了 你不要乱出去 你就休息去 你在外面 你休息就行了 我在家里等你嘛 哦 早就够了 下雨了 哦 好 你不用担心 哇 下雨了 门口门口 门口 哇塞 嗯 你要不要加点 等会儿去吧 现在雨打得很 哦 我们不出去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下雨天也是浪漫的天气 对不对家人们 今天七夕嘛 下雨天也是很浪漫的天气 对不对 对的话全民打一个对子 因为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今天是七夕节嘛 好不好 黑黑的 黑黑的 好吧 要把水机放在那边才可以 啊 没事没事 啊 我们把门关上吧 我们这个时候 今天你们那里下了那么大的雨 对我们就要下大雨 你看衣服都穿两件三件的 就跟就跟到冬天一样家人们啊 很冷 然后家人们今天是七夕节 哎呀完蛋了 你 哎我那个我昨天少的姐姐和阿姨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 呃今天七夕节 哥哥和叔叔们给你们送了一束花没有你们收到礼物了吗收到了打一个收到没收到的话打一个没收到啊哈哈这样也好一点不然这个是反观的啊你们那边太阳很大呀都在出太阳吗 谈到就只有我们这里下雨了吗 啊 有可能吗 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下雨了 越下越大了现在 对 外面外面下着雨天很舒服啊 没关系的收到收到没没哎呀有收到的有没收到的家人们很 没有收到啊收到红包了啊也挺好的说明心意到了对不对啊呃我记得我们的叔叔和哥哥们都是很浪漫的人啊哈哈哈哈 他们说没收到然后问你要不要送他们一朵啊可以啊家人们呃但是但是现在我没有没有办法听什么嗯 我想去把我那个给扫出去啊现在因为你下雨下大了就他更不得行啊现在怎么扫师傅你就那个堆着的昨天扫的没事没事那个后面我我我我我我我来处理明天再慢慢处理今天下雨了你不要在这儿平淋雨了哈你多点多点跟他们聊聊天聊聊天闲得慌对呀不上上收获你就感觉不自在了吗对呀哈哈哈 哈哈哈你是得找事情做啊让我感觉心里面就是是堵得慌为啥你能懂那种感觉吗嗯啊恭喜恭喜收到礼物的阿姨们你你不能这样子有时候闲的时候要闲要去放松不能让自己心里面总是拧着一股劲的那种感觉啊斩了一股劲然后一直不使出来这样子不好知道了嗯 嗯嗯嗯嗯嗯